1978年9月 90的战士们正在享受他们忙里偷闲的时光 听说上集要委派一位新的指导员下来 他们兴奋地议论着到底会是怎样的角色 原来的指导员早就被调走了 连长梁三喜独自肩负着许多繁琐的工作 这下能来个帮手他是求之不得的 听说对方是个摄影干事 想必做起事来不会马虎 况且有了新的指导员 他就可以有申请休假的机会 家里有个年迈的老母亲 还有快分娩的妻子 上一次见到妻子还是一年前的事了 新来的指导员叫赵萌生 解放军某部宣传处干事 还是位高干子弟 喜欢穿着相机到处拍摄 吃穿用度都是羊牌子的高档货 两三喜亲切地迎接了赵萌生 聊天时 海长静开来笑嘻嘻地走进屋里 想见见这位传说中的指导员 静开来是连李自立最老的人 按理说早该就提拔为副连长了 但由于他性格耿直 为人直言快语 领导听他说话心里不舒服 并一直没有提拔他 三人见了面都给足了对方面子 赵萌生虽是有说有笑的模样 却打心里瞧不上两个 没见过世面的土豹子 他家里条件优越 选择当兵 也是为了给自己的身份度曾经 日后调离 能脱关系友好的发展 至于保家卫国 暂时不在他的价值观里 但这次肯下连队 是要搞曲线调动 想着在这穷苦地方待一段时间 然后能被提拔到更轻松 且地位更高的职位 赵萌生的母亲背后 有不少靠山和关系 这次儿子下西层 就是他的主意 算盘是打得叮当响 感觉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过惯了舒态日子的赵萌生 自打到九连那天起 就没舒展过皱起来的眉头 因为没想过长期待在这个地方 干什么都只是为了走过场 爬山锻炼体力不行 还得让人扶着 上集给他分配了一个小冰柱子 负责他的生活起居 洗牙膏 打水 洗衣服 收拾床铺 赵萌生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邻里的伙食自然是比不上家里的 战友们见他一副嫌弃的表情 心里也都明白 这个来了一个月的指导员 天天想着走 整日吃不饱的赵萌生 只能让家里寄些零食冲击 他几乎每周写一封信 问调职的进度怎么样 但母亲的回信上说 还需要等上一阵子 让他现在在连里好生待着 忍忍就过了 静开来早就对赵萌生心声不满了 借着大伙打牌的机会 发起牢骚来 直言不讳地 弄着赵萌生的少爷作为 连长梁三喜其实早就察觉了 正因为不放心 赵萌生一个人 管理连里的事务 上级批下来的假期 至今没有正式起效 他注重部队的团结 所以没有当面指责赵萌生 静开来的一番闹腾 让所有人都很尴尬 现在又遇上边境战士吃紧 梁三喜更加没办法 安心去休假探亲了 因为没法回家 梁三喜一直觉得 对不起妻子玉秀 要是按照正常的假期 回去正好能看到孩子出生 如今的状况 梁三喜没法一走了之 对妻子的亏欠也是越来越多 以大局为重的他 决定尽量迁就赵萌生 避免矛盾 将连里的事情 安排妥当 在想休假的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 越南结束靠美战争 实现国家统一后 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 中越关系急剧恶化 中国边疆的和平稳定 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 赵萌生的母亲 早就听到了风声 随时准备打仗 他火速给赵萌生写信告知他 他所在的连队 近期有重大调动 看到要上前线 赵萌生一下就慌了 上战场意味着就是九死一生 他回信给母亲 催促他赶紧给他安排调离 母亲也是神通广大 很快调令就发了下来 暂时再急 梁三席这边还在安排工作 那边就接到电话 说赵萌生要被厚掉了 挂了电话的梁三席彻底怒了 怒斥赵萌生 将积攒已久的怨愤 全部发泄出来 他最后的一句话 让赵萌生羞愧难当 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中国是我的 可也是你的 最终赵萌生选择了 留下来去前线 知道这个消息的赵母急坏了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当下就给军长打电话沟通 军长姓雷 外号雷神爷 早些年打仗时 赵母救过他的命 救命之恩 难道还不足够换回他的儿子吗 雷军长接完电话怒不可遏 他直接开车 来到赵萌生所在的营中 当时战士们正好看完一部电影 雷军长站在台上 就是一副怒不自威的气派 他对走后门的行为严厉谴责 酒精沙场的将军 怎么会让自己的战士当逃兵 他说谁要逃 就偏要这个人 扛着炸药包去炸碉堡 雷军长的每一个字 都像刺刀 扎进赵萌生的胸口 他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就算雷军长没有指明到 姓是哪个逃兵 但战士们都清楚 那个人就是赵萌生 战士们打仗同志同住 流言蜚语也传得很快 铺天盖地的嘲讽 几乎逼疯了赵萌生 从此他按下决心 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他要捍卫自己的尊严 梁三喜替他召集了连里的战士 赵萌生当着战友们的面怒吼道 从现在起 谁要是再敢说他贪生怕死 就跟他没完 是英雄是狗熊 战场上见分晓 随后梁三喜就应上级的命令 提拔靖开来 成为九连的副连长 这一丝不言而喻 不打仗的时候不提拔 打仗要人了 才想起他靖开来 这扳明了 要他打仗的时候 冲在最前头 靖开来有妻子和儿子 身为边疆战士的他 也许久没有回过家了 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张全家服 如今他如愿当了副连长 却没有以往的开心了 九连负责的是穿插任务 要在敌人第二大封锁线前 建立一个桥头阵地 为后续进攻创造支点 这是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梁三喜自然是知道其中的残酷 夜里他跟靖开来喝酒闲谈 语言中非常思念故乡和亲人 他说着 家里的妻子应该已经生了 可他却没有履行诺言回家探望 一年前 玉秀醒清后 走之前留下一个波浪谷 让梁三喜回家时再带给他 他随身带着的东西不多 唯有这个波浪谷 寄托着他所有的无可奈何 他深知此趟出征必定凶多吉少 于是写好了一注寄回家中 拂晓战斗打响 寂静的黎明 煞时间地动山摇 炮火连天 呼啸划过天际 敌军被我方战士一再逼退 爆炸的烈焰染红了漫山遍野 炮火延伸后 九连的任务就开始了 他们必须路径高山密林 穿插任务异常困难 他们拼尽全力 披荆斩棘向前进发 但还是比预期的时间慢了很多 面对上级的指责 竟开来第一个不服气 梁三喜身为连长 更能沉得住气 为了节省时间 要求大家丢弃不必要的装备 带上枪支弹药 轻装上阵 对那一位年轻的战士 引起了梁三喜的注意 他没有告诉梁三喜 自己的真名 只说叫他北京就好 北京是被当作骨干 调派到帘里的 是励志要当元帅的人 他在休息整顿的时候 也不忘看战争论 梁三喜跟他边走边聊了几句 谈话间便对他的志向和勇敢 肃然起敬 经过一日一夜的跋涉 九连终于到达了敌方阵前 前方有敌人修筑的不少堡垒 在讨论进攻战略时 梁三喜特意问了北京的意见 北京思索片刻后 提出自己的看法 梁三喜争处后采纳了 并决定扶晓进攻 队伍原地休息 但他们不能出声 也不能抽烟 烟影翻了的静开来 打去赵萌生 是不是想娶媳妇了 如今的赵萌生 已经不是当初 贪生怕死的模样 此刻他只关心 怎么打好这一仗 扶晓开战 他们的战略果然奏效 爆破组炸掉了所有碉堡 迅速占领了阵地 等他们进入壕沟后 发现里面堆满的 都是中国援助给越南的 大米和粮食 中国勒紧裤腰带 送出去的东西 没想到人家倒打一耙 反过来对付自己 他们没时间想太多 战争还在继续 势必狠狠教训那群白眼狼 不过很快 他们也迎来了巨大的考验 不少战士 因为脱水而昏迷 浑身无力 静开来知道 阵地下面有一片甘蔗田 上级的命令 是严守纪律 不得擅自行动 但为了整个连的兄弟 静开来不惜犯错 也要冒险去砍甘蔗 甘蔗是砍回来了 但是静开来在回来的途中 踩到了地雷 遗言还没说 就这么牺牲了 静开来用自己的命 换来了全连的命 他的牺牲激起了战士们的斗志 在梁三喜的指挥下 他们向敌人主阵地发起攻击 战斗中 北京被敌人射杀 看着本该前途无量的少年 生死异乡 梁三喜强人泪水 带领战士继续进攻 战后 赵萌生和幸存下来的战士 一起打扫战场 突然 几身冷枪朝他射来 站在赵萌生旁边的梁三喜反应快 一脚将赵萌生串倒在地 自己替他挡了子弹 栽倒在地 梁三喜就这样 英勇牺牲了 赵萌生抱着梁三喜的遗体 痛哭不已 狠狠地垂打着地面 这场战争 让他失去了太多重要的战友 他的悲痛都转化成了复仇的火焰 抄起手榴弹就冲向敌人的山洞 一声爆炸后 赵萌生负伤 同时战争也举得了胜利 梁三喜的牺牲 让赵萌生彻底拖胎换骨 他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到 让他明白了一个军人该有的气魄 他在梁三喜的口袋里 找到一张燃血的账单 清楚的记者每一笔欠款 一共620元整 在当时来说 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赵萌生替梁三喜收好账单 亲自将梁三喜的遗体带了回去 对于自卫反击战的战士们 凯旋而归 赵萌生被授予一等功 但他的脸上却满是疲惫和忧愁 胜利固然是好的 可同时也有太多的战士 为此付出了生命 在判定功名的时候 上级认为靖开来 擅自砍甘蔗属于违纪 故而没有对他的牺牲寄功 赵萌生为此多次提出抗议 但都被反驳了 在烈士家属慰问会上 赵萌生一一给他们递交勋章 唯独来到靖开来的妻子面前 只能握手表示慰问 赵萌生于心不忍 将自己的一等功勋章给了他们 上级不理解靖开来 但赵萌生理解 他的牺牲足以拿一等功的勋章 自己不过是受到战友的保护 才幸存了下来 送走其他烈士家属之后 有件事令赵萌生很在意 就是梁三血的家属一直没有来 负责联系家属的人也不知道原因 这时赵萌生的母亲来找儿子了 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带着赵萌生离开 仗也打完了 血也流了 也不亏欠谁 听完母亲的话 赵萌生第一次反驳了母亲 恰好这时雷军长来连礼试查 跟赵母见了面 极限赵母还在怪罪雷军长 当初骂了自己儿子 不念及自己当初的救命之恩 雷军长先是向赵母道歉 然后说人家都有妻儿老小 难道我们的孩子当兵 就只是走过场吗 该流血牺牲的时候 让老百姓的子弟上 那这就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字典里 没有功成二字 这时有人给雷军长送来一枚勋章 是北京的 原来北京就是雷军长的独子 先前还其实汹汹的赵母 得知雷军长的儿子牺牲 顿时哑口无言 同时也会痕起自己的所作所为 过了一段日子 梁三喜的家属终于到了 他们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 从火车站一直走到军营 这才完了 赵萌生亲自迎接 见到了梁三喜的老母亲和妻子 他们还将出生不久的孩子带了来 梁三喜是因为赵萌生 才没能回家省亲 还因为旧赵萌生丢了性命 见到梁三喜家属的赵萌生 心如刀脚 为了稍微弥补心中的建议 他给梁家人买了不少东西 还把自己最宝贝的相机转卖凑钱 他心里一直记着梁三喜的账单 为了报恩 赵萌生决定要替梁三喜还上欠款 给梁家人送信那晚 赵萌生特地吩咐吹指班 做点好吃的 饭桌上 梁母拿出了620块钱 请求赵萌生将这些钱还给梁三喜的债主们 梁家娘三 其实早就知道了梁三喜的欠债 就在那封开战前寄回家的信中 梁三喜嘱咐妻子 穷人虽穷 但不能短了志气 该还的一定要自己还 欠款都是为了给梁母看并欠的 这笔还款里 大多数是家属体恤金 梁母拒绝了赵萌生 要替梁三喜还债的请求 玉秀将丈夫的遗书给赵萌生看了 这才没有再多说什么 此刻他才算是真正明白 他的连长是个多么伟大的军人 烈士陵园被精心布置装扮 花环簇拥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 象征着烈士和祖国 烈士家属离别之际 赵萌生和战友们含着热泪 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 最崇高的敬礼 高山下的花环影片 根据李存宝的同名小说改编 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 反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战士们在邪与火的洗礼中经受的考验 以及他们一心为国 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为己任的高尚品质 该片引起巨大轰动 曾获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以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 共计八项大奖 一个国家的战士奋勇杀敌 战士后方的家人全力支持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这样的国家没有不兴旺的道理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有着最伟大人民的国家 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